我出生在野海城市,从小就喜欢大海,为了与大海为伍,我报考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,毕业后我从事船舶开发设计11年,近两年体会最深的就是清洁能源船舶,成为全球最热门的发展方向。 郑双燕是江南造船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,研发副总设计师。 在这个长江口的小沙洲上,大量巨轮正在火热生产。 与以往不同的是,现在江南造船建造的船舶中,90%以上采用新一代绿色新能源动力。 航运月的二氧化钛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.6%,相当于德国的全国的排放量。 如果按照当节态势发展,到2050年,航运月钛排放量将面临100%的增长,加快推动航运月向清洁能源转型,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地球家园。 现在,郑双燕团队又投入到真正实现零碳排放的船舶,新一代氨燃料动力船舶的研发中。 这条船我们命名为蔚蓝,为什么叫蔚蓝呢? 是因为它采用了氨燃料救序。 氨燃料与传统燃料相比,它可以减少100%的二氧化碳和硫氧化物的排放,我们称之它为零碳能源。 作为船舶从业者,我一直与大海为伴,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用自己的技术和智慧守护大海,给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留下一个更加绿色的地球。 广袤大洋上,一艘艘艘来自江南造船、互东中华、外高桥、广传国际等中国造船厂的新能源船舶,正拓出一条条绿色航路,为创造更加清澈蔚蓝的共同地球家园,穿梭不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